白虎当年为了报复青龙拐走了他的儿子 如今两位老春再次相遇 是要彻底解决当年留下的仇 白虎表示青龙要想知道儿子下落 可以晚上约好见面弟弟 早年失踪的儿子一直是青龙心中的痛 即便猜到对方有所企图 他依旧选择抚运 而白虎挂断电话后 第一时间又联系上了太子 最后的复仇大战终于拉开序幕 时间来到深夜 青龙带着手下准时抵达指定弟弟 结果周围却不见白虎踪影 殊不知他的一举一顿 早被躲在暗中的太子尽收眼底 对着目标扣下扳机 太子一颗子弹一条命 不到三秒便杀得现场只剩下了青龙一人 这位沙漠仇人 他可不会轻易干掉 准备慢慢折磨 随着远处忽然射来一枪击中太子 青龙趁此机会发起反击 原来他在赴约之前便报了警 不到一分钟警方迅速包围现场 这是阿灵和丑小吃 也及时到场支援太子 一场黑白两道的击斩由此上远 警方这边带头的是一名叫做克勤的长官 从他长相便能看出 这家伙只会唱歌不会打仗 火拼一阵警方这边渐渐陷入劣势 即便人数是杀手的几十倍 照样被杀了个全军覆没 只有克勤和副手躲在墙壁后面 默默唱起了红领 与此同时 饱到未老的青龙重现当年之勇 三拳两脚打得太子毫无招架之力 正要上前将其彻底干掉的时候 青龙却从对方后背发现一处纹身 回起二十年前 为了给儿子祈福 他特意让纹身师父纹了一把宝尖在孩子后背 如今看到太子有着一模一样的纹身 青龙不由心头一阵 这一犹豫给了太子可乘之计 后者抓住机会夺过手枪反上青龙 白虎现身叫停了太子 几十年的老长人终于在此相见 青龙自知一败涂地 让对方给个痛快 但白虎却表示 要让青龙死在亲生儿子手里 这样才能解他心头之恨 此话一处引得在场众人颇为震惊 尤其是太子不明干爹为何说出这番言误 白虎则命令小弟们将枪口全部对着太子 事到如今他也不再相瞒 将筹备了几十年来的复仇计划一一坦白 身为工具人的太子一脸错愕 原来二十几年来 他一直在替朝人做事 且差点杀掉了亲生父亲 白虎大笑着来到青龙身边 想要亲手干掉两父子抱的当年之仇 谁知这时阿灵反水提枪挟持白虎 并让太子带着父亲跑路 青龙为了掩护儿子 身中几十枪倒在白虎身上 事到如今白虎这边只有仇孝池可以依仗 命令这位心腹干掉太子和阿灵 奈何仇孝池也是个极重道义之人 一边是智友和暗恋对象 一边是抚养自己长大的师父 与太子斗了几十招后 他陷入犹豫迟迟不肯动手 白虎见状恼羞成怒 趁着他俩对峙的机会 捡了一把冲锋枪 扣下扳机连着仇孝池一起射击 阿灵这边也使起枪支击中白虎 不得不说这些人的枪法也是够神奇的 每一枪都准确避开要命部位打在了肩膀 好在太子看到阿灵中枪后一份填衣 提枪对着干爹一通扫射 终于是干掉了这位大反派 可惜阿灵确实丢了性命 而号称从来不流泪的太子 也在这时为了一个工具般的女人 流下了眼泪 显然她对阿灵也是动了真情 数天过去回到昔日 与小关放风筝的海边 正当太子陷入回忆之时 一个女人悄然来到身后 原来阿灵当初根本没有干掉小关 只是让其躲在此处 因为阿灵猜到等到一切事端解决后 太子定会来到这里 由此可见阿灵对太子的爱 丝毫不押于小关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太子 你会选择小关还是阿灵 欢迎一起来做这个白日梦 与我讨论一番